兄弟们今天有空又来找蜜蜂了不 看看我这扫金 因为一个人 然后拿的东西太多了 没办法 只能这样子了 用这个袋子改装一下 把这个箱子这样放就可以背着 如果今天能把这箱里面装完就好了 准备进餐 看一下今天收获如何 已经进到山里面了 然后现在我卷在这个位置迎风 因为这里的话 这边有山 然后这边也有山 然后在这个山奥中间这里迎 可以看两边山 马上开始看 这是昨天我煮的蜜 然后那个水拿来迎风 煮好的蜜也可以拿来迎风 要融化一下 拿那个就比较方便 但是昨天我这些的话扔掉可惜 所以又拿来迎风 你看又有一个黄蜂来了 刚才在那个位置不好 然后现在我又重新忘了个位置 大阳好晒呀 可能发现蜜蜂就是飞到这个山顶上 可能这个顶上又有一窝了 咱们上去看一下啊 看是大窝还是小窝 终于拔上来了 哇好累呀 上来好高的 你看这窝就在这里 不过看起来也比较难要 就在那个大石头下面 太难了 把上这么高 这个怎么要啊 兄弟们 刚才我都忘了几个地方 那些工具我都全部放在山架了 怎么搞 就搞点棍子来挖一下 这个地方好窄 支架都没地方放 全是石头 好高啊 由于没有地方放支架 刚才也没拍到 我已经挖了 你们看 还在里面很深 要伸手下去才行 估计弄完这一窝 大阳也快落山了 得赶紧了 兄弟们 有没有人来帮忙啊 大难搞了这窝 最近找到的全部是这种难要的窝 别人不要 下山了不 大阳都快落山了 刚才我是在那边 那山里很多的 在那边找的 然后我的东西呢 刚才全部丢在这边 现在都不忘记丢到哪里了 还没找到 因为早上来的时候 忘了很多地方 好多地方都没找到 然后一直走一直走 就对这一点 这窝是老米 然后也是老巢 很难要的 如果拿那个 油稿来转的话 可能里面有五六斤应该有 但是我呢 又不会用那个一个人来的话 又很难搞 刚才我也挖下去了 我都慢慢挣手拿去 然后用那个棍子进去的话 插的 然后又往下掉 所以呢就得这么多 应该就是三斤左右 今天真的好累好累啊 爬了很久的山 然后那个山又很高 我是从早上来 现在都是下午了 才得这么一点点 先去赏我那些东西一点 早上我背那个箱子来嘛 东西又多 然后刚开始找蜜蜂又没有找到 拿着又碍事 所以呢我就没有背上单 放在这附近 就拿个袋子 其实这样子比较方便的 我就想着如果有多的话 我就再来拿这个箱子去穿 也没得多 先去找东西 然后准备回去了 唉呆累了 好渴好渴 水也喝完了 拜拜 现在样子了 头发乱糟糟的 好渴好